那么您认为在反思之余 中国又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 来面对当今的日本 以免重蹈甲午战争的负责 我认为在当前的中日关系 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在企图为二战历史翻案 在企图改变二战后的世界次序 而且正在修宪扩军的大背景下面 反思这场甲午战争非常具有现实的意义 我觉得对于这场战争 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么几个东西 第一个是 这场战争表面上看来是军事上的失败 实际上这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失败 第二这场战争表面上看来是船炮等硬实力上的失败 实际上这是包括制度与文化在内的软实力上的失败 第三这场战争表面上看来是外部战争的失败 实际上这是内部改革与发展的失败 第四表面上看来啊 这场战争抬不起头来的是大清国与大清国的统治者 实际上这根源这在于大清国内部的老百姓的头 从来就没有抬起来过 老百姓并没有负得应有的幸福与尊严 有了这个基本的认识之后 我们就会对当前中日关系有着更为清晰的判断 第一当前中日之间正在竞争的 更不仅仅是军事伤备 更是军事制度以及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竞争 那么第二当前中日之间表面上比的是国家的强大 但实际上比的这是国民的自由与幸福 比的是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与归属感 那么第三争夺钓鱼岛 批判日本篡改历史以及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辟 并不是中国外交关系的全部 更不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终极目标 我们在维护正义的同时 也犯不着跟日本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来死磕 而是应该有更为宏大的目标